昆凌一直都是那种软绵绵很娇羞的类型 即使被网友质疑长容脸 但不管怎么说他皮肤状态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已经是两个孩子妈的昆凌依旧少女感满满 之前神疗秀更是被他的造型用美到 亚马瑟的发色完全像个外国的时尚博主 也就他能驾驭的这么好 跟金色的衣服搭起来超级有气场 他浑血而得五官 立体轮廓 既有西方人的力气深邃 也有东方人的内脸 不管街拍还是硬着都能自带气场 但前多时间 雙龄屁欧出的素颜罩 卷容满面 不仅有斗衣 吹眼圈 泪沟真的蛮重 现在看来这个93年的女生真的不简单 每个阶段人生该做的事情 他都是一对一个脚印 都在计划之中 跟周杰伦结婚之后 就开始计划生化 完成生化就开始付出工作 疯狂健身 女人生完孩子 身体各方面的机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循环 神经系统都会下降 处在血不足 记忆虚的状态 工作和调整都需要很长时间 一周前一周后 看到这两张照片 心里有没有个疑问 空灵不到一周的时间 这么大黑眼圈 这么深的内沟 怎么可以修复的一点痕迹没有 而自己的黑眼圈 内沟长了就消不下去了 其实内沟 烟胆 黑眼圈这些掩护问题 最忌讳的就是不及时修复 日积月累 只会越来越严重 黑眼圈 内沟黑眼圈主要是睡眠不足 内沟相对严重点 它是由于眼眶折磨血源软乳之萎缩 下垂一样生成 让人会有沮丧 疲惫 老太的感觉 内沟是人正常的结构 所有人天生都有 通常在年轻时 不会很明显内沟 因为年轻人 皮下脂肪较为丰富 皮肤较为紧峰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皮下脂肪萎缩 皮肤会变高 弹性肩位摔减 开始下垂 肉眼看起来就会明显 导致内沟和眼带的关键点疲劳 营养不良 暴受水分缺失 索水能力差 身体机能下降 老化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 充足的睡眠 营养均红 健康减肥 做好皮肤补水 补充足够的水分 避免干细纹 色素沉添的产生日常精心护理 及时修复受损细胞 如何预防内沟 深陷淡化内沟的方法 主要有两步 一 先涂抹紧至护肤产品 然后用食指指腹从嘴角开始 以螺旋的方式打圈按摩至耳中位置 做十次的玩意 接下来用食指从鼻翼上方开始 以螺旋打圈的方式 将席上方 按摩至太阳穴位置 然后轻压两侧太阳穴 做十次的每天及时补水缺水 能有功效的化妆品 都不能帮助皮肤及时修复 如果不及时的修复肌肤的话 那么泪口会越来越严重 选择保湿性能良好的眼霜或者泥 能带去眼霜的面霜 能使眼部肌肤保持润泽 小天使眼睡 更有利于减少皱纹一片 因为睡姿对面部皱纹的影响能闻成 单侧睡姿可显著增加面部皱纹 侧睡时眼眶脂肪呈现出 不规则的轮廓 矿周骨骼更加明显 下眼点中处 眼望显得更深 低骨架 软骨框架和软组织的形状也被改变